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eeMark 上一次课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了第一个FreeMark的例子 那么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模板 同时呢,使用加码代码来产生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我们当时是放在了一个Map里 接着呢,我们通过相关的API 特别是使用了Configuration来获取模板 进而呢,产生一个Template实例 最终我们通过其Process方法呢 最后呢,将数据写入到模板 并且呢,产生了一个BaseC.html 这也是一个最终产生的静态页面 那么FreeMark呢,主要也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想通过两个比较核心的概念 再来对我们之前的例子呢,做一个检验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 在本次课里面呢,我们准备介绍两个最核心的概念 一个叫模板,一个叫数据模型 实际上这两块内容呢,在我们之前的例子里面已经设计到了 那么模板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写的一个FTL文件 这个FTL呢,全称叫FreeMark Template Language 也就是FreeMark的模板语言 那么它的组成呢,我们了解一下 它包括有文本、插值、标签以及注释 那么在这个模板文件里边呢,我们可以来打开看一下 我们上次课呢,主要是写了这么一个HTML 同时呢,在玻璃中间使用了一个类似于 EL表达式的语法 将User内容呢,放在一个大括号里边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模板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应该是我们今后使用FreeMark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 所以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边呢,它有好几部分组成 刚才我们提到 有一部分呢,是指文本 比如说,像这种HTML的标签 那么它会原模原样的输出到HTML里面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Base颗点HTML里面呢 应该会原模原样的出现 所谓的HTML标签 在这里 还有像这种Titer 那么如果这个里边有任何的静态的数据 包括有像这里的标题 还有呢,在玻璃里边有任何其他的标签 或者呢,文本 那么它都会原模原样的输出在网页里 所以这一部分呢,是属于文本 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属于差值 这个词呢,现在比较专业 实际上这一部分的输出呢 会被计算的值来替代 也就是呢,这个内容它是动态产生的 所以呢,我们使用的语法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语法 它跟伊尔表达式的语法是类似的 不过呢,这一段并不是属于HTML的标签 实际上,在这儿呢 我们已经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语法了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语法 或者说没有这样的差值 那我们的内容呢,就不太可能是动态的 这也是使用模板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要能够将内容呢,动态产生 好,第三部分呢 我们叫标签 或者叫FTL标签 这个标签也是我们后续呢 要学习的一个证点 它呢,主要是给FreeMark的一个指示 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指令 同样呢,它也不会打印在内容中 好,这个标签呢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里边 会给大家一一介绍 它呢,可以有FreeMark自带的一些标签 也就是内置标签 比如说条件,循环,负值 也可以呢,有用户来自立一标签 好,这都是我们后续的内容 最后一个组成的就是注释 注释的话呢,在HTML里边呢 其实也有 比如说 通过一个监控号加进探号 两个横线 那么这一段就属于是注释 如果我们来产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注释就产生了 这是属于HTML的注释 它会原模原样呢 显示在最后产生的网页里边 刚才这个文本当然也原封不动呢 给输出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Fremark的这种注释呢 它就应该这么去写 使用一个警号 Fremark注释 再来产生一次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内容出现 所以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 对于HTML的注释 它会原模原样的输出在页面 但是对于Fremark的注释呢 它并不会出现在 最后的产生页面中 好,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就可以 那么在我们后续呢 当然会重点来介绍模板的时候呢 会使用到标签 这个是我们后续的一个重点 同时呢也会使用到插值 来动态的产生内容 至于文本和注释呢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将模板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呢 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那么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呢 就是数据模型 因为第一次课呢 我们就讲过 对于Fremark来说呢 它是由模板 与数据呢 合起来产生了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结果最常见的 当然就是一个普通的HTML 一个静态页面 那现在我们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模板的一些组成 那接着我们来看数据模型 那么数据模型呢 在Fremark里边呢 它支持好几种形式 包括有Hashimap 同时呢 还有一个叫Scanner 这个是指标量 另外它也支持一种Sequence 就是序列形式的数据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数据的组成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数据呢 从root这个根开始呢 下边有好几个子 包括Animals Animals里边呢 还有Moth Moth下边呢 有Size跟Price 同样的Animals 下面还有一个Elephant 也有Size跟Price 那么还有Person SizePrice都有 那么对于右边这个图呢 会相对复杂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Animals里边 它用的是一个序号 这个是First 第一个 Second Third 那么通过序号呢 来产生不同的数据 下面这个呢 Floach这是水果 同样也是使用 First跟Second 来分别指定 Orig跟Plan 对于这个数上呢 有止节点的 比如说RootAnimals Moth 那么我们都认为呢 它是一种HashiMap 来存放的 而对于Skander呢 那么就是 树上面的叶子 比如说Size等于Smore Price等于50 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数据呢 叫标亮 Skander 那么还有一种叫Synquest序列呢 比如说像这种First跟Second的这种 看起来它们并没有名字 但是呢 它们组成了Floach的一部分 那我们呢 也可以来深入的看一下 这个HashiMap里边 它可以怎么去取值 当然这个更细节的呢 我们会在后续呢 来做更详细的介绍 好 对于我们之前这个UserName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标亮 那假如说我们来一个稍微复杂的数据模型 我们呢 可以写一个实体类 这个在开发里边用的也比较的多 接着产生一下 getSet 那么用了这个User之后呢 我的数据模型就变成了一个User 在User里边呢 我们set一下Name 好 我呢 这次改成拼音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呢 我再往get里边放的时候呢 我就放一User 这个理发就不是支付串了 就叫User 这是指前面这个User的实例 把范形的类型呢 改下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画的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根元素呢 叫root 那实际上对于 我们这个命名呢 本身应该是无所谓啊 叫对头也没问题 不过呢 我们也喜欢呢 叫root 好 我们将数据模型呢 改成一个实体类 接着呢 回到 贝斯克里边 这个模板文件里边 我们的改项 我们使用这种 哈希曼谱里边的值呢 我们就使用这种打点的方式呢 往下来找 这次我要找的是 哈希曼谱里边的User 那么User里边有一个属性 叫内蒙 这边我看 也要改一下 好 现在将数据模型改的复杂一点 并且呢 将贝斯克.ftl呢 也改了一下 我们呢 再一次来产生 贝斯克.html 没有问题 好 大家可以看呢 这个数据呢 也获取到了 那么从我们这些例子来看呢 在我们后续的学习里边 那么重点 肯定是属于两块内容 一块呢 我们要学习 模板文件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指令 同时呢 还有对于这种差值的使用 除此之外呢 还需要花时间呢 对于数据模型呢 进行学习 因为数据模型呢 还有各种的数据类型 我们都应该能够呢 将它掌握 这也是我在后续的 几次课里边的一个总体的思路 从这两个核心的概念入手 分别给大家介绍 模板的写法 以及数据模型的创建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概念上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模板和数据模型 同时呢 简单的演示了一个 数据模型 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